陈老爷平常不爱说话 其实心地最善良了 还有少爷 他 他其实就是个痞子 没有了 少爷人特别好 他从来不为难我们下人 只是他比较爱玩 他对我和君山啊 就像亲兄妹一样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小时候三个人一起闯祸了 少爷挨得打总是比我们多 然后呢 他和君山啊都很疼我的 只要我一哭 他们两个就心慌了 给 这是我们家小姐 让我拿来还你的 这是 以前放风筝那一次 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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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那不是春儿吗 他找你什么事啊 没什么 少爷 你找我有事吗 我感觉有点闷 想找你陪我出去走走 我 没关系的 绸妆那边已经有福泊在了 绸妆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 你一定要打开心结 勇敢地去面对少奶奶过去的一切 否则你们两个人 永远都不会快乐 Zither Harp 既然这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我们家小姐也不会像某些人那么无耻 那去转送别人 君山 奶娘说你搬回来了 所以我就不请自来 你正在我后面多久了 有一阵子了 我看你又是发呆 又是叹气 在想什么呢 没有 我 你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 你还是无法坦然面对少奶奶 对不对 我只要 想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处理不当 才导致他们夫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就良心不安 君山 伤害已经造成了 再怎么熬悔也没有用了 现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极力撮合他们 只要他们夫妻感情好了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 我担心的是少爷 他心里面 还是有芥蒂的 是啊 少爷 从小就争强好胜的 少奶奶心里 喜欢六是别人 这是非常伤他自尊 伤他颜面的事 所以 千万不要让少爷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否则 就糟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也就这样 来呀 除了采源 臣家宅院 我几乎都带你走了一遍 你既然决定留下来 就该常常出来走动 让陈家人都认识你 你也可以认识陈家 上上下下的人了 玉华 我想 我想问你一个私密的问题 你对少爷有缘房吗 玉华 你已经三度进陈家门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相信 你也应该清楚少爷对你的感情 难道 难道你还是不能接受他吗 我知道 他为我付出了很多 可是这种感情 跟男女之情是不一样的 玉华 你 你是不是对君山还没有忘记呢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跟君山的事啊 从小到大 君山没有一件事情瞒着我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 我 玉华 如果 如果你对君山无法忘情 我鼓励你争取 我也会逼着君山 去面对他自己内心的声音 去选择他真正喜欢的人 我对他的情 已经结束了 从我决定再回到陈家 我就做了抉择 这不仅是对君山 也是对天雄 对我 甚至对君山未来的妻子 都是我该有的态度 谢谢你 文玉 你 你也喜欢君山是不是 我们俩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如果你还不放弃的话 我们俩来一场君子之争啊 绝对的公平 绝对的君子 真君子 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我衷心地祝福你和她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至于我 我决定 接受命运的安排 从前的一切 我要把它统统忘掉 我要把它统统忘掉